最新消息要带你来关心 在今天凌晨三点左右 在新北市泰山新北大道五段 还有中央路口这边发生了一起车祸 一辆小货车可能因为违规红灯回转 结果被一辆执行中的进口轿车B&W撞上了 小货车整辆倒在路边 车里头的物品散落一地 B&W的车头也几乎全毁 违规的驾驶还有车内两名乘客有多处插桑 不过三个人送一急救之够 没有生命危险 这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